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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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我在你的领域爆发时 先后斩出七剂 全被你的雷玉所吞噬 季雄谦虚了 你的领域如果是完全体 威力将远远大于我这一招 我加入唐门 就等你这句话 不错 小季来此 就是为了加入唐门 你们让他感到兵之如归啊 大师兄 嗯 玄老师 我们商量决定 您就是唐门的副门主 混道器这块 由您担任最高领导人 行 于昊 给我与唐门暗器相关的 混道器图纸 哼 您跟我来 你我接唐门 生在绝世中 太好了 咱们唐门日益壮大了 于昊 你是不是对我突然来加入唐门感到疑惑 看来日月帝国那边的情况又恶化了 静红尘正式战队徐天然 多敌之争进入白热化 明歌堂动荡不堪 徐天然谋取天下的野心毫无遮掩 我有预感 他上位那天 就是大陆烽火重燃之日 我明白了 宣老师 您在唐门只需做您喜欢的事 外界的一切 我们会尽量去处理 我所追求的 只是一片安静研究的净土罢了 这是咱们唐门暗期相关的图纸 这些构造真是太神奇了 于昊 马上安排我去闭关 诸位素老 针对如何尽快提升学员实力的问题 我有一个提议 加深魂师对魂倒器的理解 让他们能使用 并发挥魂倒器的真正威力 改进版魂倒射线 操作难度降低更易上手 攻击力提升一点五倍 我明白你的意思 魂倒器对于魂师来说是外物 而我们想要真正强大起来 必须内外兼修 学院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我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五魂系外院新增两门客 魂倒器入门和使用 内院弟子走专精路线 由魂倒器量身定制适合的魂倒器 并加以教导 魂倒车降低一半能耗 速度提升三分之一 平民为此支付的价格 能少两个同魂币 魂倒电话 能使用更低廉的材料 通信距离提升十公里 魂倒器 供养墨学长的加入 带动了许多内院魂倒器学长学姐 他们也开始考虑 立业之后加入堂门 非常好的现象 小师弟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 三个月后 就是下一集斗魂大赛了 到时候 我们将以主力身份出战 积极备战 轩老师真是我们唐门的定海神针 有他在 优化的魂倒器源源不断地产出 唐门声望日龙 学院对我们的鼎力支持也功不可没 魂倒器派了不少老师和学员来学习 玄族 小雅 我总算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大师兄 三师兄 小师弟 玄老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更改赛制 本次的主办方日与帝国 提出将比赛改为全大陆青年魂师大赛 并引入宗门参赛的新赛制 大陆宗门千百 参赛队伍至少会翻倍 万一本体终之流也加入 看来我们多贯的难度会提升 玄老 您是希望我们尽快提升实力吗 我对你们很有信心 无论是怎样的困境 你们奇怪都能突破 不想说的是 赛制改变虽然对学院来说有些棘手 于你们而言 却未尝不是好事 你们同属唐门 您是让我们代表唐门出战 学院这边怎么办 学院自然会派出另一支队伍 再说了 你们是唐门的人 同样也是终身史莱克七怪 无论你们以什么名义参赛 获得怎样的结果 学院都会由衷为你们高兴 但 玄老 我们一致决定 代表唐门出战 嗯 抱歉 我承认这个决定里包含了我的私心 如果唐门拿下冠军 说不定小雅就能看到了 大师兄 如果没有你和小雅老师 我们也不会相聚在这里 老师临终前 也记挂着小雅老师和小桃姐的安危 我相信 只要我们将唐门发扬光荡 一定能找回他们 谢谢大家 你们有充敬 很好 但别急着把冠军视为囊中之物 史莱克学院人才积极 在新队长的带领下 幻元一新的史莱克代表队 一定会给你们带来震撼 新队长 团队的凝聚力 是从无数次共同的精力中 积累起来的 这是史莱克传承万年的理念 新战队也将承载着这样的希望 跟你们当年一样 却收获成长 还有冠军 有魂兽在靠近 数目很多 此起魔童 是血红罪的群 数目在三十刀剩下 首领罪对王 有五万年修为 血红费费虽然好斗 但我们这边有封好斗罗坐镇 按理说 灵长类魂兽是不会主动攻击的 而且他们一般不会在夜间活动 除非 他们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 准备战斗 哼 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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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 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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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子之力 神力 灵长 是血红飞飞的天赋技能 是血线 在此状态下 他的攻防能力都会大幅提升 叠神之光 长寿之魂 青年牧学长的辅助森符 比之前更强 一二回忌 龙的离开 好强悍的攻击率 只一击就击倒了五万年修为的血红飞飞王 这只飞飞王还有一口气在 你们谁要他的魂魂 最适合我灵魔武魂的精神系魂兽太难找了 这头飞飞王虽然不是精神系的 但他的嗜血技能却对灵魔的辅助很有帮助 他不适合你 给我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 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吗 你相信我吗 你 我相信你 我们是队友 在吸收完这个红环之后 我会带你找到适合你的红环 你就这么相信他 他是我们的伙伴吗 好了 别生气了 霍雪爹 我可真羡慕你啊 灯儿 吃点东西吧 你先吃 大早上就撒狗粮啊 有没有考虑过单身人似的感受 这么快就吸收成功了 恭喜秋儿妹妹 他的身体好强横 吸收五万年昏环 也只用了三个时辰 奇怪 他竟然有这么强横的身体 那前两个昏环 应该也能月季吸收千年昏环的吧 为什么还是百年昏环呢 你又想做什么 走吧 我带你找合适的红环 你对星斗大森林很熟悉 我曾经在星斗大森林内历练过一年 外围区 混合区 核心区 我都走过 嗯 混到气 不对 内部没有混到结构 而且材质似乎是木质的 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这件武器很不一般 好 走吧 精神探测 探测 嗯 三个魂圣 等等 活鼠 炼制收魂 好残忍 他们是邪魂士 邪魂士 那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去 找到他们的下落 雨昊冬儿 你们作为先锋突袭对方 嗯 汪秋儿 公杨末 你们绕到后方 探查这帮邪魂士的真实目的 嗯 史莱克监察团 出动 出动 大哥 找到了 好 一技行事 好 好 他们召唤的事 这里就是邪魂士 利用火鼠要找的目标 在山洞里 走 哦 走 走 好 走 万年修为的暗金孔赵雄 他太强大了 我们快撤 第一魂技 以赤色之力 我们是队友 等等 这雄不太对劲 秋儿妹妹 快看她身后 这是暗金孔赵雄的幼崽 秋儿妹妹 该关火了 相机很容易 这都超过的 还是队友 幸远是队友 我真爹的 还能不能是队友 这个地方是位置 你最后就是队友 又不是队友 放在搜尪上 那就是队友 这是安静孔爪熊的受魂 我用公熊的受魂吸引母熊出动 你们接机偷走母熊钢产下的幼崽 幼崽刚出生就能被驯养 长大之后肯定是一件完美的杀戮机机 母熊刚刚生产实力大减 要是把母熊杀了一并炼成受魂就更好了 他们的目标是安静孔爪熊幼崽 太可恶了 杀死公熊 淫走母熊 抢走幼崽 这群邪魂师简直是惨无人当 昨晚的血红沸沸 很可能已经被他们屠戮过一阵 才不惜在夜间迁徙的 大哥 这里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中心 要是惊动了凶兽怎么办 我早有后手 你们看这是什么 史莱克监察团的面具 前阵子有个不知好歹的小鬼跟踪我 被我宰了 我们此行一旦被凶兽发现 就故意把这面具留下 星斗大森林的凶兽 一定会把怒火发泄到史莱克学院 一举两得 大哥高明 大人 主啊 我要对他们一击毙伤 好动之力 齐击定装魂道炮 雷神之墓 有人 啊 领域收回 人生之怒是七级电装混淘泡 近距离偷袭 他们居然只受了些皮外伤 鸣玉蛇的危险感知 在魂兽中是出类拔萃的 难怪他们能在 极端时间内做出防御 什么 给我滚出来 我是你们邪魂式的克星 是莱克监察团团 第二魂机 我你 你该不会以为 在我们忠于天地人三兄弟面前 他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大哥 释放温命兽魂 踏平这片剧 闻影放黄 雲鸣玲谎 实际是 全都都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双门魂兽 这三人已经接近魂斗楼的胸围 又有同等级的魂兽先撞 这回危险了 东尔 你去找到冰保护岸金 狗爪雄幼崽 我来引开他们 不 你去找 我来引开他们 嘿嘿 找到你了 优优狗爪零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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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先抓住我的鬼影爆红再说! 封闻 这狮魂遭到重创,叉战在歇魂时竟然也会被翻射? 不一样,普通的狮魂当然只是工具,但这是他们的本命神怪,已经与自身灵魂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电池吓,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王丘尔有危险 王丘尔 他们的落地是本兵上闻 第六环机 金龙十身